今天是洪永城與梁樂妍的大婚之喜 不過Tony婚前仍然一直忙著 衛生劇《凶宅清潔師》開工 以他日前就聯同絲君和鄭俊雲 在西環一棟堂樓拍攝絲君在凶宅內被鬼上身 要被Tony驅鬼的劇情 第一次擔任監製的Tony透露 今次相當之丟本 只是希望可以拍出好成績 監製工作能夠長造長有 今次我們請了外面的美術、服裝、電影界 所以我們用盡110分的能力和時間 在劇本、拍攝都做到最好 新見監製和編劇的師君繼續說 團隊將預算用到盡 錄爆友情卡邀請朋友客串之餘 自己也要抵得想 所以原本我不是想著我的角色是自己做的 但是監製就要求 因為主要是人工的問題 你自己做就自己做回它 你自己做回答 那好吧 好吧 那你有沒有出兩份工資給師君呢 嘩 還出兩份工資 可以讓他參與 本身Lovin都在選擇 而被問到未婚妻梁樂妍期間有沒有探班 Tony就表明已經下了禁令 但我只是說靈異的長口就不要來 嚇到你也不要 我之前也在道堂幫大家求了一些福 每個團隊都有一個平安福 希望拍攝順順利利 所以現在我們差不多完成了四分之三 都是沒事的 Keep going 最後一星期 希望順順利利 而當時探及他即將迎離大婚日子 他都很搞笑地說 會趁婚禮 在組織擔任兄弟團的事關 雖然我們監製上有很多爭執 但我都會邀請他的兄弟這些事 所以我不想 叫姊妹玩回去 有受保守 誒 沒錯 我和姊妹合了一些遊戲 叫你打算唱歌 我知道你歌好 姊妹的遊戲是你和她合的嗎 這麼不合規矩的 不是 因為她知道 你可以和姊妹合遊戲 我和姊妹合你 先開門禮事 哈哈哈 成功